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读中这一个课题 一直都是华社非常关注的课题 这一节的主编点新闻 我们一起来关注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承认读中同考的争议 其实还没有完全落幕 教育部长 这里昨天就说 由于读中不是马来西亚教育体制的一部分 所以教育部不会拨款给读中 那么不说还好 一说就不得了 踢里啪啦的新闻 一说就马上引起华社的高度关注 那么就有一部分的人 就开始在抨击西门说 你们是不是又在挑票 又在没有兑现竞选承诺的这些事项 那么马智里就成为 风口浪尖的新闻人物 他在短短的两个星期之内 还不到14天 两次成为新闻教育人物 第一次就是白鞋换黑鞋 那么这次就是读中拨款事件 不过今天呢 马智里他就有发文告说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 不必担心啊 读中还是有获得政府的拨款 那么这一次他的这个说法算不算优转 算不算优等呢 其实都怪马智里 昨天没有把话说得非常清楚 那么今天他就要来补充 要来解释了 所以如果昨天把话说得清楚的话 就可以免掉今天的这个澄清文告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啦 说比方说像马智里这样的部长呢 是因为第一次当部长嘛 所以有些时候在意思的传达上不够清晰 不过当然这样的一个说法 你接不接受呢 见仁见智哦 那马智里今天就有发文告 他就阐明说政府呢 支持读中呢 是无庸置疑的这一个立场 他就解释说 读中拨款的这一个发放的机制呢 将会纳入国家财政整体的 这一个规划定夺 并且呢 是以发展开销的这一个形式发放 马智里就有解释 他说呢 读中没有获得政府的行政开销拨款 OK听清楚了 刚刚我说的是发展开销 那马智里是说 没有获得的拨款是行政开销 他说因为行政开销呢 行政拨款呢 指的就是政府部门的 这一个内部的开销 那教育部呢 的这一个行政拨款呢 在很大的部分呢 是提供公务员 还有呢 就是老师的薪金 那由于读中呢 不是政府的学校 也不是教育部的内部的部门 那读中老师也不是公务员 所以呢 教育部呢 是无法将行政拨款呢 用在读中的 他说同样的原理呢 也用在独立的宗教学校 和其他的私立教育机制 那么马智里说 其实西蒙是支持读中的 那么接下来将会以发展开销的方式 拨款给读中 那么早前呢 西蒙执政的这个周数 比如说槟城跟雪兰呢 都有拨款给读中 那么509之后呢 霹雳还有 不是霹雳 这个柔佛跟马六甲 也同样的有拨款给读中 那么这些拨款呢 是根据每个州的读中的 这个数目 以及各州的财务情况来决定 那么简单的来说 如果昨天 马智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什么是行政拨款 什么是发展拨款 说的清清楚楚的话 就没事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争议 但是昨天没有把这个东西 很关键的东西 没有讲清楚的话呢 那么你就打开门 让你的震敌有机可乘 见逢插针 那么这个是新政府学习的一个过程 那么可能教育部的官员 在准备这个问答的时候 准备答案的时候 认为说 大家都应该分得清楚 行政开销跟发展开销 但是其实很多人都不晓得说 教育部里面 为学校拨款的这些项目当中 其实是分得很细的 有行政跟这一个发展的分别 可能在这方面 还是需要再敏感多一些 那马智里说 基于政府目前的 总体的这个经济的状况 教育部将会和财政部挫商 以决定独钟拨款的需求 还有方式 那另一方面呢 面对这一个独钟 没有获得拨款的新闻 西蒙的行动党 社青团的团长黄家和 就马上跳出来 就抨击马智里 他提醒教育部长说 这个西蒙多年来 其中一个斗争的重要部分 就是对于独钟 还有同考文凭的政策改革 以及进步了 他说所有教育部 关于独钟和同考文凭的答复 都必须要展现 教育部落实政策改革的准备 而不是一贯的 以国政思维的这一个标准答案 来处理这一项教育课题 许多人都认为说 独钟不是国家教育体制的一部分 所以独钟不应该 获得政府的拨款 那么我们将独钟跟其他的这些 私立学校或者国际学校做对比 其实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差 必须说清楚 讲明白 因为独钟的存在 有他一定的这个历史燕源 跟他的这个贡献 独钟的本质呢 他是以非盈利的方式来进行 而有别以这些 我们讲的这些国际学校 或者私立学校 是以盈利的方式 那么非盈利的这个独钟呢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以 公民的方式来办校 通过筹款 通过民众的这些捐款 来成立 来让这个独钟能够继续进行 所以这一些的这个东西呢 是很多人忽略 或者是没有留意到的 那么独钟的存在呢 也填补了马来西亚国家 教育制度底下的一些 不足的一些地方 同时他也彰显出 马来西亚的这个多元种族 跟多元文化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一点呢 是私立学校跟这些 国际学校所没有的 所以不能够将独钟跟私立 跟国际学校放在同一个平台上 来做出比较 这是对华教人士 以及对许多 无名的这些英雄来说 是不公平的 关注过了独钟议题之后呢 下一段回来主编点新闻 我们就让这个时间倒流 回到了509的 这一个投票日的当晚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